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成 今天是2018年6月3號 在這飛梯前面 我當然是要聊一聊 跟健身跟武術有關的話題 最近大概是最熱門的 據說台灣有一個網紅 以男生來講 而且又不是小鮮肉 一個大肌肉的網紅 據說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粉絲人數 是最多 而且是超多 聽說有80萬人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實 那這個現象 其實我們可以講說是XXX現象 這是值得這個研究的 研究的一個題目 那我發現到這個 我常常在這邊在講 所以一些這個 提供大家說文化藝術啊什麼 還有武術還有健身這些 我常常聊這些話題啊 這是因為這是我從童年開始的這個經驗 切身經驗 我覺得這個挺有挺好的 那其實我也 我也同時也講過 其實我們在青少年時 在鍛鍊的時候 有很多人在旁邊啊 他們的興趣只是撩妹 如何撩妹 如何把馬子這些 這些題目 對於我們這個在苦練 咬咬切子在苦練的人 他們都嗤之以鼻 說你們太累了 可以自苦若勢 我們當時對他的看法不一樣 但是40年過去之後 這個實驗組對照組馬上就出來 那些人有的是 身高有的糖尿病 有的腎疾都掛掉了 我今年62歲 我還在這邊健在 而且我什麼病也沒有 那這邊我就曾經有講過 說武術是所謂根於腎記 那根於腎記四個字是那個 明朝陳聰斗 陳聰斗他寫的一本書叫根於腎記 其實我發現到 我常常講的這些東西 有的人講說 比如說樂器演奏 就有人跟我講說 你學這個有什麼用啊 你是要當吹鼓手嗎 還是你要當彈士郎 我說不是啊 這不能移情養性嗎 他說不行 他沒興趣 OK 其實我是認為 我們曾經講過 所謂的這些文人雅士 如果說你把這些東西 全部當作是一個謀生的工具的話 可能你的生活跟很狹隘吧 我舉個例子來講 生活即藝術 藝術即生活 藝術入生活 我們以前可以看到我們的長輩 就是 我是1955年出生的 今年62歲 像我們前面那一輩子 有一些人 只要稍微出通文墨的人 比如說 他擺個攤子賣麵 賣牛肉麵 陽春麵 什麼大骨麵 什麼的 或者是什麼滷肉滷菜 什麼東西 他牆上貼的那些 陽春麵10塊錢一碗 什麼那個大滷麵多少錢一碗 牛肉麵多少錢一碗 滷菜 什麼什麼 那些紅色小條子 全是他自己拿毛筆寫的 他在那個沒有客人的時候 閒暇的時候拿那個毛筆 直接就可以寫 然後貼上去 而且字還蠻清秀的 但是以前 這就表示說他這間店的老闆 不只是說會做這些麵 會做這些吃的 他本身是有文化內涵的 當然更大的廚藝 那就不用講了 有的人切盤 還有搞個對聯什麼 那些那就更高級了 那我們不提 我們只提到最簡單的好了 就像我們小時候 我們每次發了新書 新筆記本的時候 那都是家長幫你寫名字 寫班級 寫學號的 為什麼 因為你當時的字寫得太爛 然後一直長大之後 慢慢就開始自己寫了 就上了軌道了嘛 那其實這樣就什麼 這是藝術嘛 藝術就是生活嘛 你今天覺得說 你要什麼 奇裝衣服什麼 只要你 只要by your hand 就你自己設計的 那有何不可能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限制別人呢 同樣的 你在鍛鍊 鍛鍊是 這個痠痛是 在你身上 不是在他身上 他有什麼意見 你怎麼好有意見 雖然這些東西 比如說 如果說你是動腦的 那你可能 有一身肌肉 在你的職場裡面 並沒有什麼 並沒有什麼優勢 可是那也不見得 會是劣勢啊 當然你一身肌肉 可能人家動 人家會過度消費你 誒 老王你去幫我搬一下那個 誒老王你去幫我搬一下那個 誒老王你去幫我搬一下那個 誒你這個幫我動一下 我動不了 那其實這有點不公平 這個你要不要被人消費 可以自己決定 不需要說 一定要 設限於其他人 那我就有一個 有一個有趣的這個 想法 就是他都是所謂的根於聖記 不管是藝術 健身 練武 這都是根於聖記 除非你是武夫 所以你就可以 以此為業 否則的話 你就是 這些都是根於聖記 所有的藝術文化 也簡單講 所有藝術家 為什麼他會沒飯吃呢 為什麼他會生存困難 原因就是因為 那些東西都不是所謂主流的職業 但是如果那個東西 在你豐富你的生活的話 你可以相得益彰 就像說那個 那個大肌肉男 他以前當完兵之後 還去當過那個搬運工 那 那有的人就開玩笑說 那你就不用去當兵了嘛 直接當搬運工嘛 直接混黑道 然後直接練健身嘛 何必要去跑去當兵呢 當兵有什麼意義 當然這個 路不經過 當然就沒有這段經歷嘛 那這個是 之所以會談到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的外星 每次見到我 他都要跟我聊這個 這個現象 他認為這個現象匪夷所思 這個開的建設網友 不是最大 但是他捐錢最多 這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就 我就有一個 還有就是這個附近 很多的藝術家進駐 這些藝術家的工作 跟他的內涵 全都是所謂的 在一般人所看 看起來都是所謂 耕獨聖技 都不是那個 那個 所謂的主流認同的一種職業 但是我個人還是強調 儘管是耕獨聖技 也應該要豐富人生 這就是我今天跟各位聊的 這些所謂的這些 現在最熱門的 可以說是最賺錢的這些行業 通通都是耕獨聖技 藝術 健身 練武 以上跟各位分享 謝謝